我們先把濾鏡的扭曲、扭轉效果做出來 當然如果其他這邊有可能說外擴、波形等等 其實你們也可以用一用看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玩的 不同的產生數量 你按個確定有沒有它就會變這樣 你如果要恢復的話就是Ctrl-Z 或者是多次的話就是Ctrl-LT加Z 這樣的話也可以復原 其他的話有這些一堆的效果像玻璃 你也可以把這個玻璃的一些什麼風格把它加上去 然後它就可以幫你把那個顏色灼上去 那可以馬上有你可以挑選你要的這個效果上去 那這邊其實蠻多的 所以細節部分的話我想 請各位多去使用濾鏡 那也許我們在這個題目裡面沒想到 但是以後的話建議就是你只要想到什麼樣的效果 你就知道原來Photoshop裡面有哪一些地方其實有類似的濾鏡 你就可以馬上拿來用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針對題目裡面那個風吹過的效果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它說要 透過那個風動效果 OK 風動濾鏡的話 它這個地方在哪個地方 所以你也要知道風動濾鏡 它要兩次 而且 這個地方的話風動的效果 它你也要知道風從哪個方向吹 這個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吧 風有左邊跟右 有沒有 應該是吹左邊還吹右邊 這樣吹 還是這樣吹 理論上應該是 如果假設從這邊吹的話 那這邊為什麼不動 所以應該是從這邊 這邊應該不對吧 應該是從這邊吹過去 而且吹過去的話 好像似乎這個風 還不算太弱 好像還蠻強的一個風 對 所以這樣強烈的風 有沒有 這個大概 大概知道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是把這個地方 利用那個風動的效果 那這個 風吹過的效果的話 你說要從哪邊去找 所以這邊的話其實你就可以看到 裡面的話哪邊 這邊有所謂的 這個風動的效果 有沒有看到應該是在哪裡 即使之間 不是磨 也算 他有沒有提示 你可以看到 所以這個其實考你熟不熟 這個 濾性的位置 不然濾性太多了 測試在哪裡 在這裡 風格化裡面的那個什麼 風動效果 找到了 OK就在這個地方 當然除了風動效果之外 你們也不妨再試試看 那我這樣 期末的報告 我是希望說你不只是用 我們 上課 用到的濾鏡 其他 沒有用到濾鏡 自己再變化一下 所以待會也許 我們會有一個 變化 當然變化的方式 你可以拿原來 這張 圖 換成不同濾鏡效果 產生另外一個變化 或者是說你可以自己產生一個顏色 像這個顏色你可以把它整個 用填滿效果 這個塗層你可以把底下 填成別的顏色再做 反正自己 看一看構思一下 最好是能夠有自己的創意 可能 現在是 順時針 你也可以改成逆時針 類似這樣 所以風洞我們來看一下 濾鏡 這邊要注意一下 它是在風格化裡面的風洞效果 然後呢 當然它這邊會問你幾個問題 請問一下 這個風應該從左邊還右邊吹 剛剛有一個答案 從左邊吹 所以你要改一下 右邊吹是這樣子 左邊吹是這樣子 左邊右邊 這個有個麻煩的地方 那你說老師 如果從上面或下面怎麼辦 如果從上面下面 那你勢必要怎麼樣 先把圖先轉 180度 有沒有 然後再來 最後再把它轉回去 也是可以啦 不然你說老師 那怎麼沒有從上面或下面 不過理論上風好像不太會從上面或下面吹 理論上一般風 自然風沒有說 從上面 從那個 下面 從上面直接灌下來 OK 啊有啦 除非是人造風 那這個不能算 人造風的話 冷氣 它會從上面 可是它在怎麼吹它還是會有一個角度嘛 它不會是正向 OK 好 所以 我是指出它功能裡面沒有左邊 沒有上內跟下面 所以你可以取巧一下 好啊再來的話呢 它的方法是強烈的還是 搖晃的 有沒有 輕微在這裡 輕微好像太輕了 強烈的話呢 好像有比較接近 搖晃的話變這樣 這個搖晃 不只是颱風了 把它吹閃了 有沒有OK 所以這個搖晃 按確定看看 真的是風太大了吧 這個已經是 強烈颱風以上等級了 這個沒關係 控制力一下 控制力就恢復了 OK 濾鏡裡面的話 我們是風格化 風洞效果 然後把它改成強烈就可以了 然後它 題目好像在講 你可以把它縮小 如果這邊放 有沒有它預設是放很大 你這樣看只能看一部分 然後你可以把它縮小 縮小這樣看 好像比較清楚 按確定 有一個 你再切過來 Tiff檔看一下 好像 有沒有 它這個顏色 如果變成黑色 好像更明顯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讓它更接近 你不如把這個 背後的顏色 編輯填滿一下 乾脆你把這個背後先填一個黑色 算了 黑色好像比較 看得出來 比較接近這張圖 這個地方 吹過去的是黑的 這樣黑的比較清楚 OK 不影響 到時候也可以把它填回白色 背景這邊 編輯填滿 你可以再把它改成 白的 這樣OK啊 馬上可以填這個 那我們根據這個圖 再來的話做一次 所以它要兩次的這種 風洞效果 所以一樣也是強烈 然後也是從左 你不要有一次從右 從左 按確定 兩次看看 理論上應該也比較接近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 圖層 一的這個風洞效果 OK 待會我們再來看 設定什麼呢 圖層一的陰影效果 陰影效果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風洞效果 然後大家看 看 下一個風洞效果